世界卫生组织制定并提出,健康减肥需遵循三大原则不厌食,不复兴,不乏力,而且每周减肥的重量应控制在一鲜克左右,这才是健康的减肥方式。 针灸减肥符合这一原则,因而被称为绿色疗法,针灸减肥是在中医学的经络理论指导下,通过自己人体内经络数学,调节人体内生物功能,平衡阴阳,调理脏腑,运行继续,疏通经络,最终达到减肥的目的。 经临床研究,运用针灸或结合针灸减肥,临床有效率,已经达到85%到97%,在实施针灸减肥的同时,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,才能达到最佳减肥效果。 一、目前,针灸减肥方法众多,有体针法、耳压法、电针法、时间针法、推拿法、气功法、针推结合法、温针药酒法、皮肤针、盲针法、头针法、埋线法、穴位铺贴法、拔罐法、捏挤法、刮沙法、瓷化针法和小针刀法等。 各种制法各有优势,但临床报道,以体针法和耳压法疗效最好,体针配合穴位埋线,叫单纯针刺疗效协助,多法合用,针药结合的综合疗法,是目前常用的方法。 二、针灸减肥适合什么人?针灸减肥具有一定的适宜人群,其中疗效较好的主要对象是单纯纯性肥胖中的获得性肥胖者、超重者和性腺功能减退者。 主要为更年期综合征者,而针灸减肥疗效相对较差的多为体重,在标准体重范围内或外表偏胖而体质百分率正常者,以长期服用减肥药、效果不佳者,以及激发于下丘脑并垂体病异道并甲状腺功能减退症、肾上腺皮质功能抗筋症、长期服用激素类或镇静类药物的肥胖者。 对预计发于这些内分泌等疾病的肥胖者,因机体自身调节能力受限,针灸调节均需一定的疗效积累,经数各疗程方可见效。 三、多大年龄适合针灸减肥,年龄在20到50岁之间的肥胖患者,进行针灸减肥效果较理想,20岁以下的肥胖,多与生活行为有关,此时人体生长发育尚未完全稳定,因已改变个人行为为主。 五、五十岁以上者,机体各方面机能,已有稳定趋向衰弱,由于内分泌、代谢能力等因素影响,减肥效果较差。 四、针灸减肥过程中为什么有时体重不降发生? 针灸减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通常经历三个阶段。 快速减重期,体重平台期,缓慢减重期,临床上多数表现为针灸减肥的前几次效果显著,随后则进入一个体重平台期,平台期的时间长短因人而异。 这是由于肥胖机体在针灸刺激下重建新的代谢平衡点,此期有部分减肥者会因食欲增加,体重变化不显而放弃治疗。 此外,临床上还有很多女性在针灸减肥某一时段,出现体重不减或略有反弹的现象,此时多维月经将至体内性激素变化,引起水纳猪流等原因所致,针灸减肥跪在持持以恒,不应半途而废,否则可能出现体重反弹。 减肥是一个需要终身维护的长期工程,取得效果后,要继续坚持低糖、低盐、低脂饮食,每天睡眠不超过8小时,注意锻炼也是很有必要的。 五,针灸减肥时,要不要结实,因饮食不结或不良生活习惯所致的获得性肥胖者,在针灸减肥的同时,需节制饮食,严格控制脂肪、糖及盐的摄入,但要保证一定的蛋白质。 一般每日摄入蛋白质量,不少于一克每千克体重,为减少饥饿感,可少食多餐,多吃高纤维素、低热量食物,如蔬菜、水果等,养成细嚼慢咽,晚餐少食、睡前污食,即食或少食零食等良好的生活习惯,达到减肥目的后,还应继续保持合理饮食。 是摄入能量低于消耗能量,非饮食因素引起的肥胖,则无需强调节食,为增强减肥效果,可根据个人情况,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,如慢跑、步行、游泳等,局部肥胖者也要选择全身性运动,只进行肥胖部位的局部锻炼,是达不到理想减肥效果的。 在这里考虑减肥效果,へ法易喔,是达到减肥效果的。